大家好,今天星期一讀書Live 今個星期一的讀書Live 想跟大家說說迷離境界 有些奇幻也有些恐怖 這個迷離境界是來自《男骨子》《阿公講鬼》 我們上次那本書還未講完 其實是其中一個故事 是講一個平衡空間 不闖進一個平衡空間 這件事你不要以為是講鬼故事才聽 其實真的存在過 原來我都曾經試過 其實我已經完全是不記得 我有時都很奇怪 我有一個狀況 就是有些事情在我身上發生過 即使是那個經歷是很奇異或者很恐怖 我是可以徹底地忘記 是丁點都不記得 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覺得這件事都很奇怪 在我身上 即是你發生過在自己身上的事 你總會有記憶 但我是完全沒有的 直至到我看完那個故事 跟我媽媽講起的時候 他說其實你都試過我遲 你忘記了嗎 然後我說我真的忘記了 他就告訴我 這件事我稍後再跟大家分享 Anyway 如果大家有興趣支持 南骨戰這本書 阿公講鬼 那你就可以去他的IG 或者去他的Facebook留言給他 看看如何賣到這本書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Youtube都不會講很多 原因是因為我想你們去支持本地創作 當然之前我Youtube都是一個本地創作 但南骨子寫字是很辛苦的 寫字是很辛苦的 尤其是現在社會越來越反文明 我們支持文明應該要付錢去支持 今天這個迷離境界就很有趣 因為今天我們連串貫穿的所有東西 你知道我講書是除了講故事之外 會講時事 貫穿所有東西都是跟這個 我想了很久 就是跟迷離這兩個字 實在是非常緊密 實在是切割不了的 其中一個的迷離境界 就是上個星期香港大雨 五百年一遇的大雨 為何會是五百年一遇的大雨 由明朝開始 沒試過這麼大的雨 大家完全都是摸不著頭腦 為何一個觀 香港開埠以來百年一遇 你都說你有這個data 你有record 說出來大家都convince 真的沒試過這麼大雨 百年一遇 為何要去吹到這麼大 五百年一遇 大家都摸不著頭腦 五百年一遇 網民就說其實是由明朝開始 為何有明朝呢 有些人就會 包括我便會問 為何不是元朝 為何不是宋朝 為何不是有唐朝 就是一千年以來的大雨 現在是夠說是當秘笈 可以說得很大 真的不明白為何 這就是現在官場的迷你狀況 所以有很多人就笑 五百年一遇的大雨 五百年一遇的容官 何時要自強 Ben Sir的Facebook很好看 為何要自強 就是當你覺得政府不強的時候 你就唯有要自強 其實就是這樣 講這個的迷你境界 另外一單我都覺得 就是相當之迷你 因為上星期 其實就是香港大雨的時候 剛巧我就不在香港 我就在首爾 我在蘇 真的去很久沒有去過 就是lock down了三年 我想我應該有四五年沒有去過 這次舊地重遊的時候 去明洞 我相信你們有很多人都去過 首爾旅行 再去明洞 真的見識那個夜市 人家明洞那個夜市 人家真的很有規劃 很多小食 一定有很多straight food 如果你沒有straight food 其實你沒有食物 你沒有飲食 其實你是很難做到夜市 一定有食物才聚到人 明洞的straight food 是很棒的 每一檔都是很unit 有自己的獨特性 喂大哥 主龍蝦 還是美女主龍蝦 那個美女 就是一個年輕女 打扮得很時尚 化妝 不是阿豬媽 那些全部都是年輕女 主龍蝦 有人是炒蝦 鐵板炒蝦 帶子 鮑魚 都是一萬韓 一萬韓 是幾十元的港幣 又是歐巴 又是英俊 打扮得非常時尚 食物的味道也好 男女的檔主的顏值也高 其實真的醉了很多人 每檔都不同 煎炒煮炸都有 甜品也有 鹹的也有 雪糕也有 果汁也有 所以有很多遊客 這個名洞 而且他們管理得非常乾淨 這條街有一個很奇景 我真的不太明白 那你知Street Food也是拿著粥 雞串就這樣吃 拿著一杯飲料 如果你比起香港 就肯定一地都是垃圾 但是韓國又很奇怪 我又不太明白 整街都沒有垃圾桶 但是整街都沒有垃圾 我想丟了一個 咬完一支粥 想要丟 是滾來滾去都沒有垃圾桶 但是你又不會看到 有人丟了一支粥 在街上 沒有垃圾桶 而街上又沒有垃圾 這次是我發現 這個名洞 即是首爾的一個奇境 你問 你又怎樣丟垃圾 因為我一路吃雞串 吃炒蝦 有很多粥枝 杯 還有一些兜 那我怎樣丟呢 我丟的方法 就是我去光顧一下 就請個檔主 你可不可以幫我丟掉 我手頭這些垃圾 然後他就幫我清了我手頭的垃圾 然後我就買另一檔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就是鼓勵你不斷地幫忙 所以他就幫你清了我手頭的垃圾 所以 還有一些Tourist的Information的人 就是流動的 穿了這個Information 戴著DemoInformation 那些 就是流利英語 所以有很多外籍的遊客 就去到他們 他們不懂路 或者韓文 一堆符號 不懂看 所以就問他們 所以就是整條街 非常之熱鬧 Main Street就是那個暴行街 是買那些小攤檔的食物 即是檔檔都是 就是 好味 便宜 五千瓦 一萬瓦 即是說幾十元的東西 然後隔壁 就全部都是一些小店 買化妝品 買運動衫 買鞋 買手機殼 什麼東西都有 所以其實你走明檔 你不小心 你兩三個小時 其實是很少 很閒的 就是你吃東西 然後進去看看化妝品 再試一下東西 進去看看鞋 其實兩三個小時 在街上花花兩三個小時 其實是完全不覺的事 兼且你花了不少錢 但是也不是很覺的事 即是你隨時可能花二三萬瓦 不是二三萬瓦 應該是二三十萬瓦 其實都是說很少錢 即是說是千多元的東西 其實都是很少 你真的不覺的 但是人就很多 那這些就叫夜市 但是香港那些夜市 怎麼搞呢 我都說夜市 其實不可以跟經濟是脫離的 加上香港 即是五百年一遇 大雨的人就笑 是五百年一遇的容官 包括香港那些行政會議 那些官 是建議什麼呢 就是特色夜市 加入打小人和看相 那你說是不是很奇幻呢 這件事 你說這件事是不是很迷離 即是你夜市點加上去打小人 即是你鵝頸橋 人家在打小人 你也走開一點 即是你不會打小人 在旁邊一攤 在那裡被你捉魚蛋 即是為什麼會 即是他們完全是離地 兼求鬼奇 即是他們想晚上發生的事 就可以集合一堆 你試試明洞 加一個明洞的Street food 加一個打小人 打小人就是打小人 看相就看相 那些是很unique的一件事 但你不會再放同一條街 人家明洞的那條街 定位非常清晰 很奇理的Street food 兩邊很時常的商店 吸引那些是什麼 就是年輕人 好像我們這些 年輕消費力強的人 一晚去洗二三十萬元 其實真的很少 即是不會覺得是東西 但你怎麼會放一個打小飲 整件事是不是瘋 是不是瘋了 即是在打小人頭 在打小三 在打小四 在打你老闆的時候 然後你在旁邊 有Street food 然後買球鞋 你覺得整件事是不是 真是狗不搭板 即是現在香港的迷你境界 其實Presign and Consign 就是狗不搭板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個特色夜市 就是加入打小人和看相 幫人指點迷盡 我覺得這些就是點紅點綠 即是點到 即是香港 即是 以前不是這樣的 即是香港真的以前不是這樣的 以前香港是正常的 正常的時候 你還沒找到吃 現在香港最大的問題 就是給這班人 就點紅點綠 點到是不正常的 點到是不正常的 夜市是不可能做這些事情的 你做完這些事情的話 那條夜市就散 我也說了 如果你想想 鵝頸橋在打小人的時候 你旁邊 這個 同樣地 買球鞋買手機 有什麼可能 會放一堆 大家的target audience 都不一樣 是不是 打小三的人 怎麼會去買球鞋呢 是一心想打死小三 怎麼會有時間去吃這個特色的street food 然後去買球鞋 買手機 你吸引的人 都不一樣 其實你問清楚你自己的定位 你想吸引些什麼人 你吸引一些怨婦呢 還是吸引年輕人呢 如果你吸引年輕人的話 麻煩你們近一點 你們去守二、三個小時的機 去看看別人的明洞 是怎麼做 真的 所以 還有你會看到這些事情 你會傷心是什麼呢 但是香港呢 現在的夜市是確實是很安靜的 我都說了 如果我就住在加南 加南 就是加南 style 加南 那裡其實就很… 就是商業區 晚上很安靜 就很安靜的 好像香港中環那樣很安靜 因為我去看展覽 所以我就住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去了這個明洞 你去熱鬧東大門那裡 哇 那些人晚上是多得不得了的 就是 其實去… 最近去完一次法國 去完一次巴黎 去完一次首爾 去完一次Bangkok 我真的發覺 香港的夜晚是最安靜的 香港的夜晚 你不要用中環比 你用銅鑼灣 都是水靜可飛的 整個灣仔都沒有人 香港的十灣仔 應該是夜市夜總會最多 都沒有人的 那你會覺得呢 是挺蕭條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香港的經濟 一直以來香港的Positioning 是什麼呢 是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才是我們的Branding 才是我們的首本名曲 那你不是專門做好這個就已經夠了嗎 我覺得你搞什麼鬼夜市呢 我覺得搞夜市 其實是不是他們的面子工程呢 就是為了政府覺得 我管治下的夜晚這麼靜 不是很好 多些人出來 現在整班人 上上下下 就是 除了現在突然之間 五百年一遇的大水災 令了他們的attention 去搞這個 淋邪波啊 淋路啊 淋這樣 淋那樣 就是之前呢 其實他們就專門搞這個夜市 但是Propose那些東西呢 完全是低浪 你想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講的是靠什麼呢 是靠專業化國際化法制下 這個資金下 你很大的錢自由出入 你吃的是十方法匯通天下去賺錢的嘛 現在你靠賣魚蛋打小人 看相 你覺得可以幫助香港的經濟多少 還有後來香港的經濟 就是你看看失業率 其實又不是那麼差 其實又未至於是那麼差 你說是不是在釋迷 肯定是 Going down的 你想想現在長神 不僅是七折賣樓 他簡直是七折賣 連卡帕七折都賣了 所以大家是看不好那個經濟 但是香港又未至於 是不是真的又未至於 要靠打小人看相 去救香港的經濟呢 我覺得根本上 就不是那樣 香港從頭到尾做的事情 是匯通天下 在說投資國際化 專業化的事情 突然之間 你由中環跌下去旺角 其實都不是旺角 現在是油麻地 明明你是中環跌 現在你就要全力 包括政府的所有的大佬 包括行政會議的大佬 現在一起夾粉去搞油麻地 整件事是不是瘋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迷 所以你就明白了 如果政府整個通行模式是這樣的 為什麼它不會說 八年一語大語 會說五八年一語大語 因為整個政府都是九五八八的 現在是 所以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就算香港 剛才你說是上半年 我們那個融資都是創二十年的新低 是差了的了 都說了 搶實是龍頭 現在都要七折買樓 七折買車 原因就是因為希望 很明顯就是不想紮住那些錢 希望快點拿回那些錢 不看好以後的經濟 但問題就是 還說未至於要去 這個打小人不是我所說的 是Jeff Lam說的 打小人和看相 他還是總商會的 真的 你說是不是 死得了 另外一個 真是迷來的境界 就是現在 就是這個G20 我在Soul的時候 都不斷聽到很多 就是G20開會 G20開會 就是在印度開會 但是最大的焦點就是 印度開會 大佬 大佬就沒有去 有一篇東西 我覺得都寫得 真的蠻好笑的 他說過去二十年 尤其是最近幾年 大陸的官方宣傳的新聞 不斷說出大佬 是當今人類命運共同體 最銳致的領袖 他對於這件事 最銳致的領袖的宣傳是不遺餘力的 即使大家都覺得 不是吧 就是 笑又不敢笑 那些 但是 都不斷吹噓 成為這個大佬 在當今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之無愧的領袖 包括宣傳什麼呢 就是 為世界發展點名方向 為海洋經濟發展點名方向 為世界和中國的發展點名方向 為經濟全球化點名方向 為中非合作抗疫點名方向 為中歐關係合作指名方向 為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指名方向 為地球國家指名方向 是不是很瘋狂 包括英美 為地球國家 在地球上的國家的發展都由他指名方向 為聯合國指名方向 為全球環境治理指名方向 為人類高質量發展的新精程指名方向 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指名方向 再次為世界發展指名方向等等 你都會覺得不是吧 吹得是 真的吹水不拔嘴 就因為他是世界級的領袖 領導人力的力量爆棚 當今現在又有戰爭 又有經濟危機 又有環境危機的時候 這麽睿智的領袖 竟然沒有出席G20大會 說真的有損 他全球政治家的形象 整件事就是 我突然想起 早前中環來笑得很厲害 Thorby使用了幾個版 去做一個香港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一下子 因為他不斷去Pitch這個Thorby 要給他Pitch這個Thorby 就是要CREATE 要Brand到他好像一個超級強勁的有錢人 結果人家反過來就走去世界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問題是你吹得越大的時候 被人說得越金 反過來 竟然沒有去到世界前二十大經濟體的領導會議的峰會 G20就是世界最重要的二十個國家 經濟最大的國家的一個峰會 在他過去從來都沒有試過缺席 他真的有損了全球政治家的形象 順便還要講一講 他說沒有解釋 當下這個世界媒體 報導大佬的時候 是經常用的一句話 總之現在的狀況是他沒有出席但沒有解釋 他就派了第二把交易 派了二老去 結果你沒有去 當然有很多人都會有猜 什麼原因你不去 是不是因為中印不給面子印度 中印關係的惡化 印度就是在玩兩邊手 他又不會得罪你 但另一方面他又和美國非常友好 結成了非常親密的聯盟 而美國不斷輸出高科技給他 總之美國就是你跟我遊戲規則玩 我不會代搏你的 我就輸出高科技給你 當今這個世界 有科技 有高科技 你就有得玩 沒有高科技 你就沒有得玩 現在 全世界高科技的是哪個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他一封你口 好像香港 就封你和澳門的口 總之高科技就不會出口去香港 不會去澳門 香港發展高科技 你說能否發展得到 那你真的很難 因為你已經被人CAP了 即是你已經被人CAP了 所以高科技 香港沒得搞 那你就轉去其他 但我都轉去其他 都不要緊 你的金融你還可以做 你還未動你的金融 那你總不至於去搞地攤 不至於去搞打小人 即是呢 星島都不知道是不是玩 大大隻字 即是提槍 林健鋒、槍、海斌 搞特色夜市加入打小人 還有看照片 他又是否死得 即是現在這樣的環境 你說是否死得 那當然 其實現在最大的 那樣的 concern 就是全世界都會覺得 如果大大陸 不去G20的時候 其實那個 impact 是在哪裏 最重要是他沒有解釋 現在大陸 其實所有事情都沒有解釋 巡光 為什麼不見了 是沒有解釋 為什麼不去G20 是沒有解釋 就是所有事情發生 都是沒有解釋 那問題在哪裏 那問題呢 那個impact在哪裏 就是我們以前做新聞 經常都說 如果這件事發生了 的時候 那個impact在哪裏 那個impact就會 令到大家相當之關心 就是如果大大佬 這個行為 其實是不是代表著 開始跟西方社會 那種關係 那種的脫勾呢 即是 我都不招呼你了 我找我的下巴去招呼你 所以 因此都令到其他外交官 即是跟外國使節打交道的時候 就會更加謹慎 因為你的大佬都不出來 那你做年輕的那個 你夠不夠膽很high profile 是不是 你夠不夠膽很high profile 即是大佬不見我去見你 你夠不夠膽 那你當然不夠膽 所以你會變得 官員和外國勢力打交道的時候 會變得更加謹慎 甚至下級的官員 官僚 外交官都不太願意 按計劃去行事 即是 誤做誤錯 小做小從 誤做誤錯 所以 有一些分析 今年大佬國際的旅行 是大幅減少 是僅限於 跟北京友好的國家 那去到哪裏 就去了俄羅斯 去到哪裏 就去了南非金磚 那次金磚似乎 好像不太順暢 所以這次就不去了 所以就是 在金磚南非出席 這個金磚國家 這個新興經濟論壇的時候 他亦都放棄了一次主旨的演講 那又是沒有解釋 即是 不去G20沒有解釋 蠢光不見了 沒有解釋 為何沒有去這個演講 金磚那個經濟論壇 亦都沒有解釋 所以 其實這件事 是不是一件好事 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比起COVID之前 一年去十多次的外訪 現在很明顯 是有很大的分別 那你說 其實如果大陸 開始封閉 其實是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 就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 我覺得是寫得很好 我好像沒有印象 我大概 我印象和大家可以講講 你說全世界 是不是西方社會 會因為大陸的不發展 或者反方向發展 你真的向低發展 而覺得開心 是絕對不是的 如果你那時候發展得好的時候 其實大家有錢是大家運的 是不是 經濟好的時候 就是外國人 也好 有一個新興的 洗錢的人 那不僅現在 全世界 洗錢都洗得少 還有 當你經濟不好的時候 但中國不是向上發展 而是 反過來的時候 其實它是 你向上的時候 你是等機遇 但是你向下的時候 你就會害怕了 你害怕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事情 可能你都會孤絕一堆 就是 要破釜沉舟 這件事 其實就是可能會有很多 所謂的黑天鵝出現 其實未必會是一件好事 所以 其實我都很希望 一切去回復正常 一切可以回復 像19年之前那樣 但是 現在我都說 已經進入了這個 這個的迷你世界 到底可不可以 回復前面的狀況呢 我們這些小人物 我的預測是不值錢的 但如果你看 這個詳實的預測 似乎它都是傾向比較悲觀的 所以 放得就放 散得就散 即是 cash is the king 拿著cash 剛才我們就講 今天想講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 一個 一個迷你境界的故事 其實 在這部書裡面 它講了幾個 的 迷你故事 其實一個 平行空間 所謂的迷你境界 其實就是 其實這個 平行空間 其實很多 電影 小說創作 都用過 以前 鴻灣 都講過 即是 去旺角 即是 由旺角的 鴻灣 去大埔 一入隧道 期間 就進入了一個 平行空間 那 你問我 信不信 其實我是什麼都信 我是絕對相信 我經常覺得 人的世界 其實是很渺少 人的知識 很渺少 甚至對自己身體構造的認識 都是很渺少 其實我們的 unknone 是多 我們unknone 是很多 即我們認識的東西 可能是一個 Icebird上面 一個很小 下面一個很大的unknone 我們其實是不知道的 那 ok 所以你說平行空間 這裡 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 當你 如果懷疑 自己進入了一個 未知的空間 或者叫做一個 你不認識的一個空間 的時候 他說你要記住 有兩件事 你是一定要 真的要 bear your mind 第一件事 就是不要跟那個空間 裡面的人 有太多的交雜 不要有交雜 不要跟他們說話 因為越交雜得越多 你融入得越多 你就越難走出來 這是point1 point2 就是當你 在這個肉 走入了這個 未知的空間 的時候 你記住 向上走 不要向下走 就是有樓梯 就向上走 就不要向下走 因為向上走 你就可以走出來 向下走 你就多數都走不出來 這個富士 其實是開始是這樣 就是有一代朋友 A和B 就是兩個女孩 A就打給B 喂!我們約吃飯了 你一個小時後見 B就跟A說 我呢 還不行 但我很快 我不會遲 A就太認識B 因為知道這個衰女 每次都起碼像九個字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無論你怎樣約她 你什麼時候約她 你給多少時間通知她 其實她最後都是像九個字 這些是例詞的人 於是A就知道B 又是例詞 她想著 不如遲點出門 在這個時候 她就收到電話 就說 喂! A小姐 你之前不是說你想見這份工嗎? 現在我們是有個vacancy 你可不可以現在立刻來見工呢? A就異話不說 就反應 就立刻打給B 喂!我呢 要見這份工 我很想去這份工 你反正都遲 我們一個小時後在餐廳見 就衝了去見工 其實這個第一件事 我就會覺得 你給我 我就不會 如果這麼急去見工 就不會 最多就改明天 總之你怎樣都夾到 你會即日去的 A就即時去了大廈 大廈的裝修其實是比較舊式的大廈 她就上去 按15樓 結果一到15樓 一開門的時候 她就看到一個木板封了 你也試過 如果那層在裝修的時候 門打開的時候 其實是木板 那她就 咦?為什麼是木板呢? 咦? 看回那個email 咦?其實不是的 即不是email 即她抄下地址 咦?沒錯 明明是15樓 那她就敲那個木板 喂!有沒有人?有沒有人? 其實這個已經是第一件事 就是 比我一定不會的 但是香港人那種的 求上班那種的精神 其實這次五百年一遇的大雨裡面 你也是看到的 是 我想全世界只有香港人 是這麼 即是對上班是 揭而不捨 無論天下跌下來都要上班 因為我身邊的確確 真的有一些朋友 是黑雨到很厲害的時候 即是她都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衝了去門口 然後發覺出不了門 因為她住在 即是重災區 即是台灣 結果就出不了門 結果她就回頭了 即是香港人那種的責任心 其實我覺得真的超大的 包括這個門 一開 一個電梯一開的時候 是木門她都照敲 喂!有沒有人? 只要我沒有寫錯 真是十五樓 當時有人認她 有兩個男人 好像在修電梯 即是在修電梯那些 在後面有人認她 喂!有人敲 敲 真的敲木板 有聲音 外面有人 另外一個人說 不是呀!哪裏有 不會有人來的 然後那個人說 不是呀!好像有 那個女生 當然 A小姐繼續敲 但其實她們又聽到語 聽不到之間 結果她們就說 沒力沒理到她 A小姐發覺不對勁 在不對勁的情況下 如果給了你 你會怎樣呢? 如果給了我,我一定會離開 根本是從頭到尾 我都不會去見 我不會即時去見公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算我真的即時去見公 如果一去到十五樓 是這麼奇怪的 我就會離開 我一定不會 好像這位A小姐 這位A小姐是怎樣呢? 就按回十四樓 然後就由十四樓 跑樓梯上去十五樓 去見公 這件事呢 雖然我不會做 但我是不懷疑 其他的香港人是會做的 因為如果當黑雨是這麼大 五百年一遇大雨的時候 大家都是看著標準時要上班 我相信因為香港的生活壓力很大 所以大家是不會理會那場雨有多大 最重要是先上班 我覺得這就是香港人的生活壓力 你側寫就看到香港人的生活壓力 如果一個人沒有壓力的話 其實是不會那麼緊張那份工作的 就是不會那麼緊張 黑雨當然是不回來 不用問老闆 我一定不回來 大條刀 但你可以看到香港人的生活壓力 其實有多大 但這個人呢 這位A小姐 就按到十四樓 就想衝上十五樓去見公 那去到十四樓的時候 她就發現 咦?為什麼整條浪都好像燒完 黑了 燒過了 那時候她就聽到 房間門前有人拍門 拍拍拍拍拍拍拍 救命啊救命啊 她一看過去 嚇到她真的沒有命啊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人是心都燒黑了 頭髮又燒了 衣服又燒了一半 皮膚已經是嚴重的燒傷 然後就在喊救命 那時候她就幫她拉開房間門 於是她就說 那個人當然說 火灼啊 於是在那時候 大量的人在房間門衝 大家就說 當然是喊救命 就走 一起就由十四樓 一路衝衝衝衝衝衝 衝到地下 這個很正常 但是這個A小姐 就衝到六樓的時候 她就發現 為什麼人們走得這麼快呢 她也是 那一刻可能太害怕 她都拚命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六樓的時候 其實人們已經走了 她見不到人了 但她是看到大量跟我一起走的人 都是笑相的 衝到大堂的時候 她就見到管理員 她就大喊 火灼啊 救命啊 報警啊 那個管理員就呆了 因為管理員只見到她一個人下來 她見不到大量的人衝下來 她說你見不到嗎 她說我只見到你 其實這裡已經很無管動了 她說不是啦 上面真的是火灼你 她說但我真的沒有見到其他人 我只見到你而已 然後她說 怎麼都要報警 那OK 那就報警吧 那報警的消防來到 我去看 喂沒有事 什麼事都沒有 於是這位A小姐 就當然是很驚嚇 很驚嚇 在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 咦? 為什麼這個故事 好像這麼面線 於是 我有一點點印象 於是我就 搜尋了 我就上網搜尋了 原來就是1996年的 嘉莉大廈那個大火 1996年就是我剛剛入行 在南華早報做新聞的時候 在嘉莉大廈大火那天 我沒有去過現場 因為我很新 這些這麼大的新聞 這麼危險 還有這麼恐怖 就不會給他新孩子 我們這些新孩子就沒有 也都很好 因為我做這麼多年 十幾年新聞 其實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其實我是沒有見過 我有些朋友是真的採訪過 這個空爛 從此之後是不敢搭飛機 因為在空爛的時候 大家看到的畫面 其實已經是經過了 這個 類化的了 很多的只剩下手 只剩下腳 只剩下頭 或者不知道怎樣 那些 其實全部都已經是 剩下了 但現場記者看到的 是很恐怖的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行家 從此之後 就不敢再搭飛機 就是因為做空爛 我是從來沒有做過的 Touchwood真的很感人 在嘉莉大火的時候 所以我只是看電視 但我這個情節 我真的覺得很明顯 因為那時候看過大量的報道 然後我一搜尋 其實當年的嘉莉大廈的大火 其實的情況就是這樣 後來我再搜尋 原來有一位女星 是曾經進入過這個熱度空間 是真實的 那個就是陳偉霞 現在正在做中聯好聲音的評判 原來嘉莉大廈是96年發生 三個月前在嘉莉大廈發生這個大火之前 三個月前陳偉霞當時的保麗金 都在嘉莉大廈大廈 大約在10樓 她那次去保麗金 即是她去唱片公司 去10樓 結果升降機沒有在10樓 停直上了15樓 15樓一開的時候 就好像現在書中 A小姐看到14樓的狀況 整條走廊都黑了 好像燒過一樣 當然她客客 沒有走出去 這個也是我媽媽 其實經常跟我說 如果她去這些環境 千萬不要八卦 千萬不要八卦 好像阿公說鬼都是有這樣的寫法 當你見到一個 你懷疑不是屬於你的空間的時候 最好不要八卦 不要嘗試去找很多東西 不要又交集 因為越交集得多 你越難走出來 於是她就立刻按鈴 然後再到10樓 因為落到 一進去她就問 15樓是否火燭 所有同事都說 不是吧 沒事 結果三個月後 發生了加利大廈大火 而陳偉賢這個訪問 是在加利大廈大火之前做的 而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其實她從來沒有再講過 她那段經歷 但如果你上網去找 其實你現在是找得到 所以我就問 為何這段影片這麼面線 中間的細節 故事都是來自真實的生活 中間是抽一些橋段去寫 總而言之 當時那個狀況 就是15樓原來珠寶店 是某品牌珠寶店 但她就鎖了門 所以鎖了門 所以大量當時的人 不能向上走 因為門被鎖了 結果向下走 而且最恐怖的是 她有四部鎖 其中有兩部鎖 是整個鎖 即是整個鎖 是take away 在收緊鎖 在裡面燒汗 當時 業主立案發團 出了一個notice 如果你嗅到 一些糯味 焦味 你不用怕 不用恐慌 不用滑 原因是因為現在燒汗 是正常的 於是大火的時候 為何一些人反應不到 原因是因為 她以為這些是正常的 整件事是很恐怖的 好像在一起做一場 所以最後那個火 為何燒得那麼厲害呢 就是在電梯槽上去 這個就是說A小姐 就是一個二度的空間 就是因為她剛出門的時候 正常出門去見她的朋友的時候 就電話響了 就是收到這間珠寶公司 叫她去interview 所以她寫了兩個故事 一個是平人空間 就是她聽了電話 結果她經歷了這件事 另一個就是她沒有經歷過 她就是沒有聽到電話 所以她沒有經歷過 就照樣去餐廳那裡 就外等她的朋友等半個小時 平人空間 剛才我這樣說 就是我自己曾經都是試過的 其實我當時是不知道自己是平人空間 就是有一次 就是我應該在中大教完書之後 我就在這個 因為現在有那個叫什麼 屯馬線 我就在金鐘那裡轉地鐵回來 因為我們放學的時候 差不多六點鐘 是最逼人 你搭不到車 那你就在金鐘那裡上車 那我其實這件事 我是完全忘記了 完全忘記了 其實都不是很久之前的事 那就是我和我媽媽說起這個平人空間的時候 她說你都試過一次 她說你回來告訴我 她說我那時候的心裡都嚇一嚇一嚇一嚇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然後我說 那到底那時候是怎樣 她說你告訴我 你回到你家裡告訴我 你去到金鐘上了車 坐了在那裡 但是車 她說過了很久 她說你車都好像沒有動過 她說你坐了很久 你回來告訴我 你還是金鐘 我說有這樣的事嗎 我完全有一些印象 她說是呀 你告訴我 你打給男朋友 然後男朋友就跟你說 你一路跟我講電話 一路講電話 你不要收錢 然後我後來 我媽媽說完之後 因為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我立即打給男朋友 我問是不是真的 她說是真的 她說是真的 她說是中大回來 是金鐘 我說有這樣的事嗎 我當時是怎樣跟你說 你不是說 等了很久都是金鐘 你一等了很久 你都還在車裡面 好像動了很久 但你還是金鐘 我說有這樣的事 我完全不記得 後來我勉強地 有一點點片段 就是 其實你坐在裡面的時候 你是不覺得有異常 因為你見到周圍的那些人 都是人來的 他們沒有異常 都是忙著 按手機 聽iPod 看報紙 都是這些 你不覺得有異常 所以我一直都不覺得有異常 直到突然之間 有一下醒醒 咦 為什麼 好像過了半個小時 是的 好像過了半個小時 我都還在那個站裡面 於是我就打給男朋友 她說你沒有收錢 一直跟我說 之後我就開始感覺到 真的離開了 然後就是彎仔 銅鑼灣 試過一次 這樣 所以就 沒有 我只會覺得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我也不知道 你是什麼原因進入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一個不覺意 所以 其實如果遇到的時候 就不需要很害怕 但是 根據書說 我媽媽說是對的 不要跟他們有交易 然後就是 要保持你的清醒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他就說 你還可以 心裡密密地唸一些 經文 或者你自己信仰的東西 好了 這個部分 就是講到這裡 現在轉去 就是第二部分 就是跟Patreon會員聊天 然後 你還是會看到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可以 你應該要不動的 你還可以